我们厦门是目前应该是国内第15个 举办CBA全民周末的城市 这也开启了我们厦门将来 要大量的去呈现一些CBA比赛 作为这一个主要场馆的活动 其实在三四年 主在金门跟厦门 像金门会举办一些老马杯 相关的一些蓝桌赛事 那其实因为金门其实比较小 所以那种主场馆会比较小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像有没有可能 就是那种金门跟厦门联合举办那种大型的杯型赛事 然后拉来这种场地 这个建议非常好 因为我是金门 我是金门县的裁判 所以对篮球赛事还蛮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你看 就是金门跟厦门 从金门的门到厦门的门 其实就是串门 我们本身都是亲戚嘛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 亲戚之间进行一种友谊的比赛 对它切磋机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边的浪潮 终于德联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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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